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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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棋与卡叔 因为他本身是影评角度 尤其是卡叔本身的电影 其实他也是电影人 但他参与电影的创制不算太多 很多时候有人都会觉得金像奖 就会给这个奖出来有点意见 现在终于认同了 其实影评和卡叔他们做的电影的资料 是很重要的 其实根本是我们香港的急接 是民间自己做的 《几图》这个角度 我想是相当值得大家重视 也不可以说只是《几图》的角度 因为刚才你说的 在研究辩议会上 但是一般来说 大家觉得行业当然是给予奖的那些 去落实落脚那些 但是问题就是历史的回顾 整理、资料整理 以及影评 这个本身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香港更简单一点 因为开始的时候 这个金像奖是起于影评人 他们的协会和学会 还没建立的时候 都会提出香港 香港是需要一种鼓励的奖项出来的 这样去做 所以开始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知道 比如影评组织 民间的组织 大家建立了之后 那时候 去到那个叫做稳健 就应该将这个奖项的东西 给回电影界 找电影界去处理的时候 就更加认受性强 但是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说 卡叔实际上是十分之著名的 因为当年 其实他去意大利读电影 也计得 林彦彤 什么很好结果 对 他们去到读电影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原来那时候是学生运动 去到读电影 但是最说明的一件事 是当年 保调运动 在维园那里 卡叔拍了一些片段 年轻的 年轻的人 就不太记得是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这些 对我们当年来说 就很大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就算是大冲击一点 嗯 接下来 其实他应该参与了电影资料馆的工作 嗯 对于香港电影的资料的保存 就相当之重要 而且写影评也写了很久 他最近有一个导演 一位导演 也帮他拍了一个纪录片 那个纪录片 在内部已经放过很多次了 因为他里面碰到很多版权的问题 他也不会打算公开为主的 最主要就是做一个记录的时候 我们就算跟卡叔很熟 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 电影文化中心 他也是创立人之一 都知道他原来对电影的感情 是很有个性的 他一直在电影里表达 他为什么很多人 比如很多金兵卿 或者很多其他那些 都进了电影界 他就像杜鲁福那种方式 而他们没有走 他自己有一个心声 在他这个纪录片里表现出来 我想遲些 他这个纪录片 解决了很多其他问题 之后 大家去看的时候 那个纪念性是很强的 是 但卡叔有参与过的 起码我记得了 半边人 里面有一场出场 我想你可能不太知道 其实是电视界 电视界 是很重要的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编审 监制和制作 做过很多工作 我最记得 万水千山总事情 应该有他的credit 是 你是否在TVB和他同期 TVB那个时期 我初进去我是美术部的 因为我最主要做动画 那些 对于 比如卡叔 那时候 你如果说就是黄征 黄征 那时候也是在里面做 我是最大的崗位 就是做信差 哈哈哈 那个电影文化中心 有些什么要交代的 有些要知道的 啊TVB那边的人 对了 阿几涛 你拿那些信啊 memo啊 或是会议记录啊 那些 我专重过 对 这个角色很重要的 是的 书童 我也做过 不过我迟离了很多 迟离了很久 那时候我在某暂时 是 周刊来的 是 约了加叔稿 嗯 我自己亲身拿过他的稿 是的 那一次见面 是 所以是否我们看1917的时候 其实是另一种看法 哈哈哈 不是 我见过他亲手 他寫完 就是我去到的时候 他还在寫的 是 寫的 真的 是 所以加叔在里面那里 其实很多人 是 比如之前那时候 都认为 他肯跟电影界那里 有一个 隔膜 有一个距离 其实就是 行内 我们都知道 其实不是的 是两回事 因为我们很早就已经 袁武云叔叔 因为他电影资料馆的 贡献 强 那就 比较上 就是多人会认识 但是卡叔他基本上 他电影资料馆的创立的时候 他都已经 根本是 一个很超然的角度 就是对于 香港的资料历史那里 是 所以他在那一刻 他在电影资料馆 他要做的那些事情 其实不是 我们会 就是说 给一个成就象 在那方面来计 是的 至于是石旗 大家都知道了 《明报》 是招牌的 是的 他的影评 到今时今日 都是压压压压的 是的 每一天都写一篇 你真是挺辛苦 还有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想你也知道 就是 因为我们那个 平民学会 建立了之后 那时候 其实对于那个影评的角度 我们比外国的 比较上来说 我们更加清晰明显 就将 我们香港的 就是 列入影评 为最重要的那里 就跟那个叫做 学院的那个论文式 就是电影的论文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的 就是我们 因为 学院式那些学院 它其实有样东西推动 但是呢 就是在民间 比如很多那些叫做 专栏杂志 或者是报刊里面 那些 那些影评 有时候有很多 就是他 好像 如果你看那个叫做 《国王的新冤》 你就明白 有很多学者 其实他不太想自己 认为学院派的 嗯 因为学院派里面 就有很多阻滞 但是呢 就是你在报纸、杂志那里 成为一家的那些影评人呢 他多多少少 他有他自己的一种 就是学术的一种 性格 或者一个派别 嗯 那这种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 里面那里呢 就更加 就是觉得 这一样东西 在我们华人社会的 就是讲电影的那里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科学 所以建立了多久呢 你要看到呢 譬如我们香港呢 同时建立了 就有两个会的 一个就是 搞今次京奖的那个 演评协会 嗯 那另外就是 那个我们的 平民学会呢 那协会呢 就是就是 会有一些影画的文章呢 那都 你有一个 就是超过了一个分量呢 那都会认同你是 一个协会中人 嗯 但是学会呢 它里面呢 其实它会必须呢 你要有一种 是好自己建立到出来的 一种 就是叫做 论述的风格 嗯 就是这样的分别 简单来说 那所以这个成就呢 就是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 阿石奇呢 他初当建立那个 评论学会呀 和协会那时候呢 他都是用于一个 这个角度呢 就是都很明显呢 就是 找到出来 就是做了一个我们的基督 嗯 对于我来说 其实这种 就是 每一天都 就是 有一个专栏去写 这个其实 是很辛苦 就是很难的 是 如果你在外国呢 最多 就是定期一篇 但是你每天 你又看电影 就是 会写一篇文章出来 这个我对我们来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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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坚持 就是早这么久呢 其实是一个 真的值得 大家去认同的 是 那另外就是 石奇的太太 阿鲁尼 那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他和阿杜鲁福 是有私交的 是 是 还有就是 杜鲁福寄给他的信 我想现在是 哇 价值连成 是 和阿鲁尼姐 我们就很 一看到他 就马上摔头了 因为他基本上 直到现在 他仍然是 好像一个学生 学生 学者 那样 对于很多新的事物 尤其是UFO 神秘之物 我想他也有听 不要 不要吓我 不要吓我 他不听你就听我 知道吗 是 我听你好些 听你好些 不要听我 他真的对于 飞碟学 或者这些 浪迪 那些叫做 民间的 民族学 这种Urban legend 他也很有兴趣去研究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资料搜集网 他知道有一种价值在 为什么我刚才说我害怕呢 因为我看到他去自出很多 这些人写文章的错漏 那我就觉得 咦 如果他听我 有点痕迹 会不会自出很多错漏呢 但是也是好事来的 不是的 我告诉你 其实 陆尼做了一个好处 他看到你的文章 他有时不是只有一个意见 因为他本身 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做的那个教队 他很严谨 比如他对于你的论点 比如卡叔 他在工作上 也就是这样的 我们就算交那些文章 他那时候 他有些东西 他觉得不是很清晰 就是他在文章的那方面看 他如果沟通得到 最好他就问 他问 他说你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是不是这样 那时候 你是不是再多 就是我建议你再多一个点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顾问 他说你这样做多一个点 那时候 我想你在多一个点 建立多一个点 你这边的文章 就更加好的 更加成立 那是可以沟通的 他不是就这样批评 是的 那当然提起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几位前辈 都不能不提 就是《中国学生走报》 是的 但这个就超出我们 今天的节目的范围 事实上在前十几年 他们是出过一个合集的 是的 就是出过一本书 那里面可以看到 当时他们去写这些文章 或者搞这个杂志 是非常非常高质素的 是的 就是这个很多的他们当年 都做到这么高水平 是 也培养了很多后来 在电影圈相当之著名的人 譬如刺冠 是 刺冠是 刺冠是当时都有 一些文章在那里 是 有啊 我想一班的 就很熟 所以 这里要提一提 刺冠和我 就有一段时间 做了一个系列的节目 是 那这个节目的名字 我想出来的 就叫巴西咖啡室 是 很多朋友现在不知道 为什么叫巴西咖啡室 因为当年在海运大厦 有一间叫巴西咖啡室 我就后室 我就年纪小了 我去过一次 我都去过几次 去过几次 去过几次嘛 是的 那文章那里 跟文章那里 整班 就是香港当时 这些后楼出名的人 在那里抱 就是喝咖啡 是 有个说 不知道后来可否认证 就是吴雨昕导演 那时候那些人不懂拍电影 可以走去问他 怎样拍法 不止他 就是他 你也会见到 他 哦 也是那一段 也有去的 也有在那里 是的 那这个提提 就是吴雨昕导演 应该有一套新戏照 是 是 是 现在有点期待 为什么呢 那套片是完全没有对白的 是 应该不是平安夜了 真是silence 就是 他要逼你平息正义 无声的一夜 无声的一夜 我猜正确的译名 是无声的一夜 就不是平安夜 未看就没得说了 所以说回看过的戏 那看过戏 上个星期我们也提过了 超级玛利欧兄弟 是 你看了 看了 我还没看 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 之前的Gentral Park 就被人骂到九彩 骂到导演 被人冲着 是 大家也知道 这件事 这件事 这件事是成功的 这件事 这件事是成功的 这件事的电子游戏 就是以前任天堂的旗舰 是 你看了 你有什么评价 简单来说 超级玛利欧 是很低的 这一部 它有一个最大的成就 你看到 他说给你听 玛利欧的真身 就不是一个老的东西 因为他之前那时候 那一部 就是那种老味很强 刘德华 那个都很老味 但这个不是 他说是有狐肃的BB 那个正式的他两兄弟 你会看到 插着狐肃 但是现在说 他是一个BB 想东西 看世界 那些东西 都是一个BB 把整个故事 都变回 一个叫做小朋友 看世界 来看 而那些 之前开始打的 有打电机的 我想 可能有些做了 是爷子的 就是做爸爸那些 他看的时候 他都突然之间 有另一种的投入 就是一个叫发现 所以我觉得 这个玛利欧兄弟 我都叫玛利欧 因为如果你说 Mario 这个叫玛利欧 就叫玛利欧 加一个UT 这样才可以 挺大的成就 但是如果说过故事 里面的密度 和那种叫做 更新里面来说 如果大家也有看超音鼠 超音鼠 超音鼠第二集 都拍出来 是个人很多的 是 Anyway 这部片也好看 就是今次的图 还有我觉得 如果你觉得这个好看的时候 你没看过 旧的 麻烦你太太 我们看的时候 也觉得不算很差 不过 在主流片 你要看到 被人剪得很厉害 因为我们已经是行内人 很了解一部电影的成功失败 有时候 有时候 你后期 有人搞鬼都可以 哦 你现在被人搞得 都说得明白 现在有些长文 那些 将那件事 可以拍making 即是可以拍一个 戏中戏 这一部电影 如何衰了 哈哈哈 原来 那个有个来龙去密 来说的 就是 帮那个导演 和整个剧本班底 就是平凡 还一个公道 公道 给他出来的 刚才阿几涛说的 题材挺好的 一部电影的仆街 哈哈哈 你不要一定是说仆街 譬如你 最近的《烈火青春》 嗯 其实大家都 都说回那部 我觉得他的旧条件 是拍一个电影 就是把电影 讲他拍这部电影的那个时机 嗯 面对的那个是什么的问题 是 包括他那种叫做潜伪 他那种实验性 他那样东西出来 他这次你会看到 导演用回他自己的那个角度 翻拍就不行了 嗯 那就是将一些东西去无存清 去到自己满意 不是出来有点 而一日有他的名字 然后变成了出来 他觉得 就是念红之鱼那时候 就觉得有些不公道的东西 就解决出来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的 你说一下《烈火青春》 是啊 还有他送的 有很多不同款的 那个纪念卡送的 那个是 我上次也提过了 我觉得就 谭家明导演 都 是 就是 他得不到他应有的尊重 就这么简单 但是 很多时候电影圈 就是这个圈子 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 那部电影 的确实在网上 看到很多很多的讨论 他 你说公道自在人心 但是电影界 和他那边 一直都没有忽略他的 所以 因为那时候 默默地成长 我觉得 他会 有很多时候 就算是大卫廉 他也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碧海晴天》 是的 被人《烈火青春》 他说我不拍 去到直接引渡之旅 哇 果到不低 果到成二十多三十年了 这些很多时候 就是那些叫做上官上线争 就是人言可惟的那种争拗 那我们就必须要认识 这些东西 有时候青春是无价的 你过去了就过去 但你不要错过你自己的那个时光 那个反应最重要 是的 我觉得谭导演他没有错过的 因为他去到他父子 就是由《碧海晴天》到父子的期间 你看到他不断的 他不去八夜巨人去读书 他不去读书的时候 他又去教书 就是这样 现在他有很多引用英才 是的 还有他在电视台拍的那些也是很厉害的 那些再早期一些 再早期一些 那些那些 那时电视台拍到这些东西出来 那大家现在就可以真是反思 他好像电影哲学和资料馆都做过 你有机会有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里面所说的叛映 是现在电视剧是拍不回的了 肯定是拍不回的 以前也是难说的 现在也说肯定是拍不回的 那还有既然讲的电视台 就马尼关一位时装界的icon 就刚刚小小了 那几岁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很记得说了金角梁 拍过《马尼关七七》 那这些也是今天的电视台 不会拍的 这些也不会拍的 那时候他那种也叫做菲林组 那样东西就是 拿的那种质量 其实是在世界电视台里面说的 不是那么多的 因为多数会拍 比如有菲林质量的那些 是多数是制作公司 整完之后 就在电视台 大家合作 拿他的一个时段 因为电视台如果在美国 他们不做制作的自己 是的 他甚至不是叫outsource 是自己的平台 是 你有视频 来拍一些视频 但是菲林组在香港当时 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是什么呢 是 录影带是会被人洗掉的 比如我们今天想看狂潮 基本上看不到的 但是菲林组现在 菲林组在那裡 所以这是一个功德 好了 除了Super Mario之外 还有港山片 我上次提到 白夏青春 应该是上星期上 还有陈芯耀 金国兰山 金国兰山 那个世界 大家会觉得 这个很重要的 这样就整个 那个戏 我想现在有一种 刚刚上画 有一种新的角度 出到来 希望他成功 因为他之前那时候 就有不知为什么 有很多 就是反对声音 就是觉得这部戏 就好像 像血液物那样 不要放好过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不明白的 有什么事 里面不知道 因为有些 因为他其实 他在海外那里 其实很多人都看 那时候 他就看到这个意义 就是叫 魏虹灯 和香港 它里面 有一种不可划分的 就是那种叫 城市 和这种 自媒体的那种关系 其实我都已经很注重 嗯 但是这部戏 他用那个去做 我最初那时候 我都觉得 你这个戏 可能就是 那个导演他本身 他那种 整个叫做导演的 序事方式 其实就很 很和 本土的那种味道 有不同 但是看的戏多 都会分到出来 都叫做黎青 就是说 如果你去看的时候 你都可以用一种 角度来看 不是那麽土化的 它里面 就是有个 就是 喝完 就是 有些法国 style 在那里 对于 当时他说 有些英国style 你除黑那些 就在美国 那个叫做 德州派 那种的思维 是带了来新浪潮 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影响 对 这是学 学识 你在那里学 学电影 带那些回来的时候 而且他觉得 香港是少有 这样就出来 而且不过很出盛 这样就出来 有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 有些人 比如那些不收钱 那些影片 不是说收钱 就是用逐 收钱那些 就是有价值 人家肯付钱 是 现在有很多 就是他不收钱那些 就是他也没有一个 没有自己的一个准则 这样就说 就是说这部电影 就是我不赞 就是我不赞 我不赞 现在你会看到 这些影片是特别多的 在网络那里 所以 所以 我们也一看 现在希望 他也会过到 这个叫做 供应票房的那一关 是啊 他也有 我看到他 就是刚才我说的 有点错误的 陈森瑶应该是监制的 但是 但是他也 很重要 因为里面的音乐 是很重要的 是啊 那他也有说 很害怕 现在复活志 很多人再出去出去 很多 那 如果 囑那几天 那些票房不行 就剩下的 但我也发觉这个问题 就是 譬如说我只是看 说 那你现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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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主流的电影 都填满了 那要看的 那些 只有一两场 是的 但是 他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 刚刚我 我刚才 我也看到 就是 在网络那里 我都看了一些 那些新闻 那他们 就是 大家都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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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都是认同的 尤其是从去年的年纵到现在来说 是一种兴起新世代的势力 但这种势力我觉得很早已经提出了 这个就是保sir提出来的先浪潮 先浪潮其实是帮新浪潮 年轻人的新的世界 就给了一个名字就是先浪潮 跟现在的80年代的新浪潮有不同 最重要的是它不同的风格是不同的 相同就是大家合在一起 来整好电影圈 我觉得他们看到里面 包括导演灯火栏珊、Anna、吴维伦、陈铭新 他们整班都在做 其实大家一起都说 趁这个时势 怎样都好 我们都要用一个叫群策群力 来搞好香港片 这个是很鼓舞的 我们很支持他们 终于大家找到群策群力的东西出来 这个应该出现很久的了 难道你拍来拍去那几个导演或那几个演员 那是实势 因为在先浪潮里面 它整个制作的方式 跟初初时的新浪潮都是有不同的 而且那种改革都是不同的改革 所以它里面现在都是面对一个问题 他们会有很多他们的idea 是得以自由发挥 但是唯一的就是它跟那个有不同的 就是在那个实体的经验 不是每个人很足够 比如你足够的 还有跳出来的 为什么有这么厉害的那些呢 就是最主要的 譬如陈铭新或者吴维伦那些 他做了鞭剧 那里做了很长时间 陈铭新已经是马卫豪那时 已经做了鞭剧 那就是这样来做 那它对于那个行内的基础 就做了一个打底 那它就出到来 就是硬正的东西出来 所以它现在带动你上来的时候 那它就是一种师兄的味道 但是何卓先都很厉害 两步 何卓先那时候就在雍浙江那里做到 好几步的了 还有它在短片那里 就发挥到他们的小宇宙 不过短片和长片那里 就是一个很大的步骤 很大的步骤 很大的步骤 你如何驾驭整个制作 虽然它现在那个 我觉得它有合群之余那一阵 那那个不是就这样说叫做那么好的 因为你最 不是说叫做 就是不是叫做 好像新浪潮 新浪潮呢 它拿到那个认受性 是很快在外国的那里 就得到一些认同 还有外国又建立到一个叫做 软线啊 市场都出来 尤其是比如法国啊 英国它们早期 还有美国的唐人街又跳出来 就是找到个Tanatino做个涌枪 这个月前一集 刚才你说的影评人呢 它很肯定说 真是影评人 不过不是Pauline Craig 是另外一个 我看来不是很出名的 不知道的 他做一个素材 但是他现在变成了港产党代言人 因为我看过他说很多 关港产党一些 因为我说得很好笑 就是他说 林青霞说这个 还有哪个 王飞那些说 他说东方不败 就是他解释这个人物 东方不败 笑得我趴在那里 我迟些才说给他听 为什么会这样 我会在一集他说 但是 有些时间就说 你说完 就是伊朗的导演 那我要说一说 伊朗的导演 大家知道 前一段时间 在伊朗 他国外发生一些 非常之严重的 示威事件 很多人都出来了 包括是类演员 导演 有些被捕 这个导演拍这部戏 我们在香港看到 我们觉得很值得去珍惜 是的 还有香港的名字最好 他用的叫伊朗 武雄 武俱 他就叫 No Bears 台湾内地 台湾好像叫者里没有雄 然后是武雄之境 其实也对 很贴纸 但是香港就更加说明 伊朗 武雄 武俱 而且我看这部戏的时候 其实也很惊心的 最惊心的是 如果大家认识这个导演 他本身 已经很早被政府判了他 不准拍戏 一段时间里面不准拍戏 但是他偷偷地 不断拍戏 不断拍戏的时候 那些电影在伊朗那里看 因为翻品带很严重 他应该都看到了 但是他不能在他自己的地方公映 至于那时候 我们有时候看他的电影 香港也很有幸 都看到他的电影 今次这个电影 最更加特别是说 就是他在现在这个状态 他如何拍电影 而且他现在拍电影 他面对的问题 不只是政府的问题 不只是 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 在整个 比如伊朗里面那里 那个制度问题 那些 整个社会硬受的问题 嗯 然后很切身 他说 大家都知道 大家要打破 这个甲膜 其实那时候 就算他被逼做了大头人 他也告诉你 做大头人 不是说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英雄 而且 那个戏 你一看 他说给你看 喂 你不要觉得我拍到好像很轻松 很可笑 他特意拿出一个方式 是很轻松很可笑 你会觉得挺幽默 和CAMCAM的 不是 就是很Charming 说得不是CAM 就是有Charming在那里 有些是他自己做主角 这样的 但是整个戏 你要看到 那个故事 他牵涉到 比如在一个拍戏那里 他不能够在现场 他一定要遥控 现在 因为他在现场那里 是很危险的 现在 就因为 为什么呢 他们都开始有5G 有WiFi 对 对 在城市八呢 就有个问题 所以他要去到一个 就是不是那么多人 注意到他存在的地方 来做一个叫做监控拍摄 嗯 就是期间的时候呢 但是呢 这个故事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无红无据呢 那个呢 就是在一个叫做山区 一个叫做很落后的地方 那里呢 那里呢 原来 都是很有问题 而且 因为他那个原因 是制造了一些问题出来呢 都发觉呢 始终不可用 因为呢 不是自己有问题 是会令到那个村庄 都有问题 嗯 那你一直看那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呢 好像 哎呀 做戏这么早呢 但是呢 结果 结尾呢 你其实是很震撼的呢 还有其实一直在那里拍的那时候呢 其实我想很多人都会问 因为最近那几部都是他 都问 你是不是真实做的呢 就是在实况来做的呢 那种处境 是还是不是呢 有些 有些东西呢 你看到呢 他已经超越了 一个叫做拍戏呢 有一个维度 嗯 而他呢 你拍到那里呢 真真假假 都变得太好 里面真真假假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拍的 你要表达的 你要表达的 你一个主题 那个主题是什么东西 是最重要的 而呢 这个戏呢 它里面呢 又有一些东西呢 你真是细心去看 看似那个镜头 很简单的一个处理 避开了那些东西 但是我看到你告诉你 他就在那里跟大家说 比布拉希特更加厉害 因为我遇到一个普通朋友观众 他说 喂 你是不是几度啊 喂 我又想问你 这些东西 那个原来舞台剧的那些东西 那些 那些退休的那些人士 嗯 那这件事呢 我立刻好好讨论啦 因为他碰到 那个叫做拍电影里面 牵涉到真假的问题 嗯 而他又说了给你听 有很多时候呢 你说一拍戏的时候 你是相信了 假是有用的 嗯 这个是最大事的 嗯 即是说呢 没有东西看电影 不用博古 在那里 你找东西过了骨 就可以了 那样东西那时候呢 你会发觉 原来你围了心 嗯 那这个在那个尾那里呢 令到呢 那个呢 就是很突然之间 就是 在那个 我想在那个 那里呢 即时都发生了 有一些人 都立刻问他来 那里 有见到我的人 啊 你怎样看呢 啊 我们香港可能有不同的体育 有问的 嗯 所以就促起了 令到我认识到 咦 有几个呢 是完全生不懂 就是那些朋友呢 就是大家 都立刻在那里 讨论那部戏 还有因为呢 他觉得这个戏呢 就是我们现在 因为他来到这里的地方呢 他就为什么香港 叫做伊朗无红无巨呢 因为他怕 有人你 如果就这样叫做无红之境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喂 你上线上线了 你说红人就不行了 我知道 因为这个是第三红 是不是 这个大家都明白的了 第一红就已经出了 那个叫做吸毒红 大毒红 第二个呢 有人看了 我就没机会看 因为我要看公演蛋 我也没机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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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了 上网看都可以的了 因为这部跟着了 很差的 很厉害的 喂 你差很厉害的时候 为什么不让人放开 那人不讨论 那人不讨论 这个是第三红的 还有他说第三红的 他里面中间那段 说红这个主题 很精彩 是一段 那段电影里面 是这个电影的神还之不灵 我不知道是 其实有一个导演 他真的会碰到 一些这样的有心人 因为当然 他整部电影里面 他有很多 整个团队都是有心人 包括演员 因为他拍完之后 如果被认得到 那时候 在伊朗的地区 你就马上出现了 唉 有时候看见这些 我们都 所以这部电影 看得就看了 是 很有趣 因为他原来是伊朗新浪潮 是 这个就是新浪潮 我想这个叫做国际新浪潮 是新浪潮 因为他 因为他早期那些电影 我不是很熟悉的 因为他是大师之后 那他的老师很厉害 这个就是阿巴斯卡洛斯丹 是的 那他 他真的是很秉承之外 他有自己的 建立到一种 学派出来 但是他那个 他就保持到 伊朗电影的一种 超型的水平 跟波兰的认识 有很多导演都一样 他将自己的 国水 是用电影 来表达出来 还有他告诉你 那时候 一摆出来 我又没钱又没成 在那里偷偷摸摸 就是 就是好像过街老鼠 就是自己画自己 不是我们给他一个评价 那个 好像他躲起来 拍出来 拍完出来的时候 肯定 那些人都看完之后 一次又一次 就是给他 给他啟蒙 给他说到 电影应该是这样的 尤其是你面对 那个叫生死关头 他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那个 就是说 你如果拍电影 变成了你的事业的时候 你怎样对待你的事业 这不是单止是电影 你一个普通的工作 不如你咬魏虹灯 魏虹灯 魏虹灯是生死问题 那时候 那些人都看到 死了就死了 LED灯 又平洋 比你快点酒 现在是这样的 整个世界 当他走了之后 你才发觉 你才发觉 这个我觉得 就是我们的悲哀 对 因为今季很长 我就不继续了 我们直落了 OK 当然 大家如果现在看电影 一定很珍惜 这些稍微没有主流 甚至是冷管的电影 才值得大家去支持 另外 当然 这个很厉害 这个 Portfolio 剪影 那里面有很多的电影 我们都很值得说 是 因为这个是说什么 就是香港电影和漫画 是 其实就不知道里面那么少 当然 还有很多 不过这个几个选的电影 就相当之有代表性 那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老夫子 是 那现在老夫子就力够不衰 旧版的老夫子也有 旧版的老夫子 应该是高老全 高老全 是啊 就是矮冬瓜 这个就完全是 由盈入隔 你都找不到其他人做 但是问题就是 我记得后来应该是 胡树鱼拍的那部 卡通片 卡通片 有三集 即是 老夫子 水虎转 和山梯 山梯老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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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外有画Storyboard 哦 那时开始出了 有画Storyboard 即是东监不打打西监 那一段 Storyboard 就是我记得那一段 但你今次没有选那部 是 是 是版权问题的 你不要以为是 是选的 但他选了 徐克和邮礼图 那个 你后面看到的 那个 真人夹动画 那部老夫子 你再看到后面 是 是的 这个我待会说 因为老夫子实在 值得要详细去说的 那要再提一提 就是跟着有 乌龙王菲来艳峰 我看过的 是 那你刚才说的 那个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 老夫子2001 2001 Master Q 这个是优历图拍的 除压监制 除压监制 这个我也有印象 这个也是 是 但是呢 我就反而想说 就是 因为有一部戏 你是做讲者的 是的 就是流氓医生 是 他英文名很厉害 是 是 就是那首歌 要记得 是波罗希特 是的 后来 麦当劳拿出来 做广告歌 是的 好了 为什么 刘文医生 要找你讲呢 因为他讲 香港漫画的时候 他也找到 香港电影 与漫画里面 尤其是日本漫画 有几部 都很出名的 来改编的 譚文哲D 和流氓医生 都是 他就叫我 选择那些 那时候 因为譚文哲D之前 庄程的专辑 他也叫我去讲 这个 譚文哲D 但流氓医生 我就很想 这次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曾经 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 就是311那时期 是不是11 那时期 我们去了找 史川祥先生 就是武论专人 就是帮他去混一个 就是奇东之一的版权 因为我们想帮 现在的大湾 里面 就将流氓医生 那里 就用一个叫大湾世界 来去讲 不过 都想找梁朝伟做回 那个最主要的医生 那个角色 当然 电影版 电视版那个 就有一个新的 就是承继人 那个 那个过程 我都知道 武论专 原来他对香港片 他很熟悉的 他也有说 我们对他有几个改篇 他的看法 尤其是流氓医生 就是那个 他就很赞同 觉得他改得很好 把新宿变成香港 很多这些小东西 那些来龙去蜜 我想用一种叫口述历史 实体 实体 有个大同大师 去讲他的作品 和被改编之后 他的那个看法 所以直接他这次放映那里 我选这个 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除了建大师之外 日本的漫画 和香港的电影 那种交流里面 比如好像《妖兽都市》 《妖兽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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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 你做这个专辑 那就是说你有参与其中的 是啊 他这个 其实说真的 他开头的时候 他不是 以我的那个理解 他不是太有信心 就是做和过关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题目 基本上 未必会这么容易讲得出来 嗯 但是他初初就做了一些展览 因为展览那时候 就发觉不差 于是就找些 他们容易找到的那些片 嗯 所以他今次我觉得 《妖兽都市》 这个叫做《暴暴围刑》 来去应付他现在 那个节目的计划里面 那种新的方式 嗯 所以他去到最后的阶段 他都问我 《暴暴围刑》 我们一整个一句 你有没有时间 一整个一讲的嘛 他一看 哇 好啊 其实他都没说完 那些名字 因为那时候可能他都没停完 如果我看的时候 我当然会说财叔 是 财叔我有份参与的嘛 财叔呢 我们说一次 不找你说不要紧 我们说嘛 哈哈 但财叔你有所不知 就是 这个就是自取温库山的前身 对啊 这要用这个角度去说 是的 很过 Bean 但是要提一提,这个财叔的原著就是许冠敏 记住,不是那个许冠敏 是的,不要笑 你为什么立刻一转一转 他后面那里,你看到那个名借那里 许冠敏先生,他就挖着 有人会问的,很害怕的 名字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是不同的 许冠敏先生,这个大师 我都很有幸见过几次面 跟他喝过茶,吃过饭 他不止的,他财叔还有神德 还有太子德 英俊德,还是太子德 他那些文化很厉害 他那时候有那些刊物,好像叫小朋友 有几个,他是主要的主笔 我就很奇怪了,因为财叔的整个题材 是很适合拍电影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改编不是太多 改编好像只有两部 是呀,这个就比较难搞的 是呀,这个就比较难搞的 是呀 我想,除了当年他拍当时 他其实都可以看到 是被分略了的 在那个票房那里,都变得一样的 但是,现在回看 尤其是如果你用一个叫漫画改编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真人 夹漫画Animation 用Roto Scope 那样东西拍出来的 现在拍的,第一样的成本 不会稍微可以变些 但是那个CDI技术可以补到很多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那种创意 你的想法,反而是最关键 是呀,那先看看 还有当然,就是挂仔 这个是经典中的经纪 经典中的经典 因为拍了很多集的 是 我忘了拍了多少集 是 那就是说的当然是文进 和牛都和论语国 就是不用找其他人 但是就 是,文进是这个 习习都是他改编的 是呀,习习都是的 还有他那个vision 要看回是很厉害的 是 有一集我记得很好笑 就是说我们头牆红 那时候 就是说 我们头不在了 那头牆红 是呀,唱这个中方红 现在没有这些了 可以呀 现在也不用想着这些了 是呀 那就是百分百感觉 要看一看 因为当年 很多年之前 我们访问过刘云杰的 是呀 后来就是 习奇和他改编 不是习奇 不是习奇 不是习奇有说 习奇有说 不是 就是刘伟强 马一浩 是 去做导演的 嗯 习奇是另一部 都是改编 好像叫百分百 不知道什么 是呀 是呀 那当然了 大家就要重温了 就是马云城的 风云 中华英雄 那就是 中华英雄呢 我觉得是 我自己觉得 拍得不错的 嗯 但是似乎 我想对于马云城来说 就是 可以拍得更加好 嗯 他自己也想搞呢 他当然想搞 他做导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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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个红霸天下 当然大家一定记得了 千严真一 是啊 又是相当之好 但是 龙虎门 龙虎门 你有什么印象呢 嗯 他拍过很多次 很多集的 那个是 以前曼海 他也做过的 那个是 现在这个 就是叶伟迅的版本 是 然后接下去 其实都更想 有下文的 这个集药公司 我都帮他们想了 一个估计方向 是吗 哦 就是讲九龙城寨的 哦 哇 厲害啊 是啊 那你认识是用真人法 还是用漫画 真人的 那个是真人的 因为其实他基本上 那时候 是直接呢 都是运那个 就是其实文化传信 他也有份投资 嗯 那个 郭德 所以 余伟迅的 他去的版本 的方向呢 都有一种 新派 新派 就是可以 再延伸下去 嗯 嗯 嗯 那接着是风云决 风云决 就是纯幻画 是 纯动画 那接着是《大侦探福尔摩斯图欲大追捕》 反而这个就不是太 哇哇这个 这个很劲的 这个 其实 其实看香港的漫画呢 那 大家 就是 就是在那里 有几个看法 就是 比如在开头的时候 你会觉得 就算是马泳城 嗯 你都会觉得 他就是 当时的《慈尚遥一》 嗯 就是那种画风 带进来香港 那种去法来 但是呢 其实呢 就是你去到 就是差不多 九十年代那时候呢 其实日本人都看到 你纵使有那个 《慈尚遥一》的画风 但是他们觉得 香港漫画最过瘾的 就是 他有一个聚熟Style 嗯 一个处理的风格 这个其实我们呢 就是 行内如果去捉那个 就是捉那个叫 区域的价值呢 就捉这些 什么叫做Hong KongStyle 就是这个 嗯 所以他头文字D 那个呢 就是那个 原作者呢 是说明 他想香港导演 来去处理这部电影 嗯 多个 日本导演 事实上 当完之后呢 那些日本人都说了 是真的不同了 而且 你会看到呢 就是 香港人 如果认识日本的那个世界里面呢 他们看回来的时候呢 原来有一个对他们来说呢 是他们会变成自我发现的一个角度来的 嗯 所以这个呢 就变成了香港 譬如尤其是从漫画 或者电影呢 就是改编外国的原作的时候呢 就有这种价值在那里 嗯 所以尤其是福尔摩斯那个呢 就出了一个大问题 就是他那时候呢 就想拿一些支援呢 申请那时候呢 就那些呢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有些不专业的评审 他就说 喂 你这条桥是很 整个形形都是很公其进的 那道疑犬 什么妙犬探案啊 那些什么 那些 那他说 不是啦 你一定要搞清楚 但是呢 他就问我们 怎么会是呢 那个全部是狗 这个又有猫 又有狗 又有猫 你问公其进 他说公其进都说不是 哈哈哈 但是他就要求 你不如你问他公其进 在哪里呢 小分钟证明证明 就不问 那就全世界笑啦 我想公其进都会笑啊 啊 你为什么问我啊 你自己这么没信心 因为呢 现在这部电影 为什么会说这么大声呢 因为呢 他们说我sorry 哦 因为太不专业了 是 因为我们觉得很丑 很好的事情 还有呢 这部呢 基本上呢 日本啊 那部呢 都拿来去发行公映 日本卖了来去发行 嗯 就觉得呢 这个电影很有价值 还有他们是没有人去想过 他会跟二犬报恩 不是 那个妙犬神探 嗯 就是那个相同 所以我们其实香港呢 就是那个发展呢 你也不得不 有时会提及那种呢 其实普遍呢 对于那种叫做形象的了解 形式 和香港自己发展出来的价值呢 都其实是 你就算说出来呢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 是吗 嗯 你不要那么自大啦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 那我们就不淡笑的意思 是啊 那这套题呢 就是 大清坦风演《摩斯图欲大追捕》的原著 是《丽河》 是啊 那是一部《日本通》来的 是啊 你不讲一下他的编剧 编剧 编剧 是编剧的 编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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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的那个 电影版的那个导演 嗯 那他就都 这个呢 就不得不提起这个 《第20世界》 刚刚我是在这个 出街的时候 昨天呢 就参加了这个 这个呢 《二十世界》呢 《 digital coin 6》的那个奖项 香港的奖项 发布的那个活动 香港呢 就基本上呢 就是近这几年了 嗯 应该算是五年之内 里面呢 金奖、银奖 都拿了 是啊 大部分都拿了 嗯 而这次呢 就基本上 在优秀作品那里呢 他其实都选了出来 有接近十二部 十四的 十四个项目 拿到 而金奖、银奖 香港都得到 嗯 嗯 可能时间问题 最主要讲金奖 和银奖先 金奖那个呢 就是卖DSN 而銀奖那个呢 就叫做Everywhere 而且呢 这两部动画呢 就 除了拿到一个很高的奖项呢 那他们TBS 就是主策的公司 那他都过来 里面呢 就是有很多的专家 包括呢 就是了 真超人的那个导演 通口真志 嗯 通口真志呢 那他呢 今次做大师班 那那个呢 都来了之后呢 那他们的那些评审 都去解释呢 他们为什么会选了 这些优势作品 和金奖、银奖的那个 那个 他们的看法呢 里面呢 就是说出了一个很关键呢 就是他们呢 亲眼看到 香港呢 就是那个 尤其是在那个 因为这个不单止是这种动画的 是那个视角的处理 其中有一部呢 就是《与努庭对谈》 嗯 那个呢 其实是一个真人的电影 就是说那些努庭 就是一个采访呢 就是一个叫Urban Legend呢 在那个尼岛那里呢 是有那些努庭人 就是我们三夫所说的 那些人鱼 那些人鱼故事呢 里面呢 这个呢 拿到很多 很多的赞同 和他的 虽然是短片 但是他那种视角呢 嗯 就创了很多 拍摄的一种技术 嗯 他们自创山寨色 不过他要求是想拿那种Quality 尤其是我们《与大银幕》看那个夜景 拍那个香港的海呢 那种蓝调呢 哇!很漂亮的嘛 还有阳光入屋 就是令到整个视角呢 都有光的世界 那么你看这些小小的 那样的呢 你看到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密密的奸魂就出来了 而且据了讲呢 他说呢 现在据你呢 很多时候呢 看的时候呢 纵使有些风格呢 香港有很多种不同的风格 而且他都说 有很多时候呢 那些作者呢 在初初去做的时候呢 你仅会看到他牙牙学语的时候 他有一些大师的影子 他钟情的那些 视角世界呢 那种这样的模仿 但是模仿里面那里呢 他们其实看到的模仿呢 就知道你的底蕴 但是呢 同时又看到 你自己有没有自己的 要讲的性格 和你自己的那个格 出来 嗯 那他说呢 香港很明显看到 是一个style 就是那种style 你看到呢 那个眼光 就叫香港的眼光呢 其实是一个叫国际级的眼光 那这个呢 就是呢 如果我们说呢 你们说我们自大 如果是别人说那里呢 那你呢 都不要自满 嗯 但是你要知道呢 别人是可以这样看 你不要看下你自己 不要妄自诽谱 是啊 是 所以他这次呢 因为他第一次在香港搞的时候呢 就是2019年的那次呢 是那个气氛 就是你说 就是那个气氛对跌当的时候呢 都搞到这个大会 是 他选了在香港那里搞 是 他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关心一下香港的那些年轻人 嗯 因为可能他那里呢 就是有很多时候 那里呢 我们就在那里整个 整个 整个奖 是第一次他们TBS这个大奖呢 是出去海外来搞的大奖 那他说 是dead away的 嗯 所以这些呢 很值得呢 就是说给大家听 大家认识 和我们分享 我们在现场那里 那种很温暖的感受来的 看到那些评审啊 他怎样很细緻 告诉你 是 究竟 我们香港的这些动画 和全部都是年轻人来的 他是短片 在街上 因为这个呢 他里面就有很多 而且他都是 其实是头头的两三部那些电影 那些短片的作品来的 嗯 这些是未来的我们的所谓 新浪潮 新浪潮 的那些接班人来的 嗯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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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 内容有加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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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